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原來看 中華電信的那個是叫企業燈區 有銅區玩家 山林文化燈區 健康火星燈區 鐵道燈區 農創再生燈區 綠能藝術燈區 福富台灣燈區 主燈區 現在位置 原來東西像新一二路 這邊的永慶高中 往西 長庚科技大學 你看 你看到永慶高中 西邊的長庚科技大學 再往西 長庚醫院 跟王永慶先生有關係 還受企業建造 興建的 學校 然後台灣燈會 你看 剛好在 嘉義縣政府的北邊 然後一直到故宮南院 你看那個土畫的就是故宮南院 展期最長 面積最大 感官之最 台灣燈會在嘉義 太保 剛有故宮南院 裡面 區內也有 然後往南 到嘉義縣政府之間都有 哦 那 畫面很廣 內容很豐富 你看這個孔雀的 上面漂亮的 羽毛的部分就變成那個燈區了 一個圓圈一個圓圈的齁 一個主題 一個主題 一個重點重點 內容很豐富 嗯 你看那個就是王船 祈福護台灣燈區 那麼漂亮的顏色 那個鄭成功王船 那是在宗教燈區 他不叫宗教燈區 叫祈福護台灣燈區 祈福保護台灣 守護台灣的燈區 哦 周遊阿里山燈區 鐵道燈區 三連文化燈區 鹹空藝術燈區 健康火星燈區 農創在山燈區 綠能的 藝術燈區的 科技的 嘉義燈區 水上的燈區 國際既有一城市燈區 也有日本的鐵道集團 來展出的花燈 水舞影機 主燈區 企業燈區 逢趣玩家燈區 新花園燈區 來家做客燈區 嘉義 既移動燈區 內容很豐富 看到媽祖的神像 宗教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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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的 佛教的 基督教 天主教 都有 九族文化 多元文化燈區 村的燈區 內容豐富 有 還有免費接駁車 從高鐵站那邊 免費接駁 南京站那邊 也有免費接駁 真方便 有免費接駁 那種豐富 白天看齁 正前101大樓的那個 作品齁 你看 主燈區 主人跟中國 晚上十點裡有 有展覽 有 有 旋轉一次呢齁 北邊永慶高中 西邊還有 長庚科技大學 過去還有長庚醫院 往北邊是故宮南院